读美国热点话题 解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子萱 康涅狄格州的一个陪审团12日裁定 阴谋论者琼斯因散布谣言 宣称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是一场骗局 应向8名受害者的家属赔偿9.65亿美元 多年来 琼斯一直声称 这起枪案是假消息 受害者家属是危机演员 受害者家属称 琼斯从谎言中获利 他们因此受到骚扰和恐吓 这一判决出炉之后 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 hashtag Alex Jones的话题迅速登顶推特趋势报 知情人士透露 特朗普的一名雇员告诉联邦特工 在联邦探议员搜查海湖庄园前 他曾在特朗普的特定指示下移动了几箱文件 目击者的证词加上监控录像 为调查人员寻求归还机密文件时 特朗普采取的行动提供了关键证据 联邦调查局在搜查过程中寻找潜在的犯罪证据 包括妨碍公务 破坏政府记录 或者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等等 前洛杉矶市议会主席牛里·马丁内斯 种族主义言论丑闻继续发酵 他在1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正式宣布辞去市议员意志 此前他辞去了市议会主席 但仍然保留议员身份 数以千万计的美国老年人 即将获得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加薪 联邦政府13日将宣布 明年社会保障受益人的月供将大幅增加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这将是40年来增幅最大的一次 但是这项被称为生活成本调整的举措 引发大量争议 批评人士称 政府采用的是一刀切式措施 也就是说无论条件如何 所有受益人享受的增幅都相同 12日的一份报告显示 今年ACT大学入学考试成绩 降至30年来最低点 这是疫情影响到学生学业的最新证据 2022届参与考试的学生 ACT综合平均分为19.8分 自1991年来首次低于20分 而且参加ACT考试的学生中 有42%没有达到英语、阅读、科学和数学的任何学科基准 这些基准是衡量学生在大学课程中预期表现的指标 在因为内容审核上的争议被阻止一段时间之后 谷歌上架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应用真实社交 此前谷歌曾因为该应用不符合其审核用户内容的标准 而拒绝将其上架 谷歌接受采访时表示 真实社交已经同意采取措施调整内容 包括删除或屏蔽、煽动暴力的用户等等 以上就是本期的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子萱,感谢您的观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且订阅 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